又有網友分享 搭計程車早前的時候 收到假鈔了 分享在社群上面說呢 就是這張500元 乍看一下沒有異狀 不過呢 這個底下是中央印製廠的地方 變成了魔術印製廠 網友說呢 是朋友當下匆忙下車 事後才發現的 那麼其實這一類的假鈔呢 不斷的都有人會收到 有的是連防偽線都沒有 甚至呢也曾發生過 防偽線呢是DIY 黏成了虛線了 有的是紙張非常的光滑平整 也曾經有人拿假鈔去犯案 或者是去市場買東西 而央行呢就曾指出 其實呢民眾拿到紙鈔的時候 可以掌握一些呢 比較簡單的辨別方式 像是看一看摸一摸 轉一轉等口訣 譬如說呢 像是檢視這個紙鈔的空白處 有沒有浮出阿拉伯的數字 以及呢摸紙鈔上的字樣 是不是有凸起 尤其像這樣直接寫著魔術 印製廠一眼就能夠認出的 那麼過年這幾天 大家如果出遊 買東西吃東西 或是呢做生意的 給錢的收錢的 都要多注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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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